而副总统赖清德就在周五前往了南部防空单位 防射国军部队 而其实这也是赖清德在政府交接期间 他第一次防射国防事务 赖清德制察国军国防部长邱国震 当时也陪同出席 而赖清德至此的时候也提到 近年来我国有系统的提升国防预算 改革征兵还有后备制度 也引进了新型战力等等 透过多层次来推进 就是要提升国防实力 嚇阻任何对国家安全的威胁 并且确保区域安全的稳定 而赖清德强调 未来的新政府会持续的支持国军 守护自由民主的家园